在伊斯坦堡降落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客机不止冒出了巨大火光 还失控冲出跑道 强大的冲撞力导致了机身断成三节 导致三个人身亡 至少179个人受伤送医 据视器画面拍到 一架飞机降落时出现巨大火光 而且还在跑道上高速滑行了好几公尺 之后着火的飞机就直接冲出跑道 消失在镜头前 翻落边颇的飞机窜出浓烟火光 一旁路过民众也用手机直击着恐怖场面 大批消防救难队员赶到现场 抢时间救出受困在机舱内的乘客 意外发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国际机场 一架土国联航飞马航空的波音737客机 在降落时意外冲出跑道 私底逃生的旅客饱受惊吓 忍不住哭了出来 因为飞机在迫降后当场起火 还打滑将近50到60公尺 接着直接冲出跑道后 飞机更硬身断层三节 机头还因为强大的冲击力道而翻转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幸运生款的乘客 当时是攀爬穿过机身的破洞 从后方机翼成功逃生 这起飞案意外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至少179人受伤送医 初步调查 原于飞机降落时 碰上风墙雨大的恶劣天气 可能因此酿成了意外 目前土国警方以及飞案会 也介入调查 要厘清意外发生的真正原因